他是我国收入最高的模特 走一步就能赚70万 2014年 刘文以700万美元的年收入 和米兰达·可尔并列全球模特收入排行榜第三 并且连续5年进入福布斯超模榜前十 三年狂赚1.5个亿 年近30岁身价十几亿 一件衣服就是常人三个月的工资 就连鞋子上都要相满赚 家里的名牌包包更是数不胜数 单单是买包 刘文就能花费上百万 除此之外 刘文还有一个占地700平米的工作室 与其说是工作室不如说是个艺术展厅 因为当初设计时 刘文的宗旨就是 在这里必须每个角落都能出大片 工作室坐落于宁波的江边公园内 由两栋独立的三层楼组成 房间外有天井以及清水台 仅仅外观就给人一种静谧和谐的感觉 屋顶有一个超大天台 绿植包围着白色沙发 安静中又不失活泼 室内没有华丽的装修 整体风格简约大方 来到这里仿佛置身于室外桃源 因为刘文最初的梦想是想当一名咖啡师 因此在房间里 刘文设计了一张7米长的咖啡桌 如果有朋友来的话 他自己就能亲手做咖啡给他们喝 虽然房间的装修是极简风 但是室内的家具摆件 却是经过了刘文的细心琢磨 一楼接待区的沙发 刘文选择的是北欧风情的浅灰沙发 别看沙发个头不大 但是它却是来自法国高端家具品牌 写意空间 售价高达五万元 另一个房间的沙发同样来自写意空间 这座沙发就便宜许多 仅仅需要两三万就能拿下 不过这对于常人来说 也是天价的程度 会议桌前的一张椅子就高达三千两百元 而大标姐刘文一下就入手了六张 房间内摆件都是刘文从国外自己背回来的 不管是泰国的古董皮箱 还是美国跳槽市场的老式打印机 甚至一块瓷砖的摆放 一盏灯射出的角度 刘文和设计师都要细细琢磨 也正因此网友们见到工作室的内景后 纷纷留言称 你的工作室还招人吗 然而刘文不仅仅对自己出手大方 对待男友也是毫不手软 在他与崔史源录制恋爱综艺期间 价值五万元的Tiffany情侣手镯 四千元的LV袖扣五位数的外套 刘文送的时候丝毫不眨眼 两人来来回回价值好几十万的礼物 直接把节目的格局提高了一个档次 而且两人在综艺上的甜蜜互动 更是看得观众直流口水 但是在粉丝们磕CP的同时 何岁却在家里打翻了醋坛子 要不是何岁已经结婚 他也一定能收到崔史源送的骨池裙子 当年刘文和崔史源在录制恋爱综艺时 仅仅短短几天 他就收到了崔史源送的两条骨池裙子 以及一条三万元的伯爵手链 两人之间甜蜜的互动 观众看了都直呼要打胰岛素 但是就在两人甜蜜撒糖时 同为超模的何岁却突然放出了自己的结婚证 向来已单身自居的何岁竟然已经隐婚 而何岁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回复是比珍珠还真 此消息一出 网友们立即把目光转移到了何岁身上 刘文在电视上假恋爱 何岁就在生活中真结婚 咱们看起来似乎是何岁在刻意抢刘文的热度 其实暗暗摸索后才发现 原来何岁与崔史源传过绯闻 在很早之前 何岁就与崔史源僵使 并且何岁还经常去看崔史源的演唱会 知道他们的硬原色是蓝色 何岁便穿一身蓝为崔史源应援 何岁这样的举动还得到了南方经纪人的点赞 这么看来两人确实私交不错 崔史源是韩国有名的富二代 其父亲经营着一家婴幼儿用品公司 并且还是大学教授 母亲则是有名的百交官 因此崔史源在队伍中就有财阀之称 有这样的家事座之称 何岁与他传出绯闻也非常正常 然而崔史源却转身在节目中 与自己的对头刘文谈起了恋爱 这口气何岁怎么能忍受 因此何岁宁愿自毁一千 也要折他八百 为了暗中较劲 他不惜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 只不过这波操作确实没起到多大作用 刘元与崔史源的恋爱进度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同样是去看崔史源的演唱会 人家刘文就能获得崔史源姐姐的合照 而何岁得到的只有经纪人的一个点赞 其实在超模圈里 两人的关系早就成了大家看破不说破的事情 何岁还曾经拉着西梦瑶 秦淑培一起冷落刘文 他们三人抱团自称姐妹 而刘文之身一人在模特圈里摸爬滚打 比是秦淑培还不是陈冠西的妻子 而是华裔的老板娘 也因为这层关系在 何岁和西梦瑶都纷纷抱紧秦淑培 只不过利益关系趋势下的友情到底是真是假 相比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而他们之间最经典的互私事件 还在是2012年的维密走秀 这一年的维密可谓堪称是中国模特在神仙打架 但是没想到秀场这边还没结束 网上就发起了大量的营销文章 通篇全是对秦淑培和刘文的拉财 他们说秦淑培在秀场上光彩奕奕 刘文却处处都比他差 不知道买这样的通稿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钱 只不过粉丝们见状夸的夸骂的骂 很快就捂到了刘文本人面前 而刘文也就此事发文称 虚心接受但坚决不改 此后刘文在自己的模特事业里越走越好 而秦淑培嫁给陈冠西后安心相夫教子 西梦瑶则一跤摔进豪门卖力生瓦 何岁虽然依旧会出席综艺活动 但是闪魂闪离的消息却依旧挥之不去 然而虽然刘文在这场友情的斗争里赢了面子 但是他却永远地成为了高奢品牌的气子 即便刘文真的交上了1.6亿违约金 那他也无法继续得到高奢品牌的重用 2019年8月 刘文单方面宣布与某高奢品牌解约 随后网友立即在评论区给刘文算了一笔账 该品牌给刘文的代言费是150万美金 如果刘文解约的话 他需要支付5到10倍的违约金 换算下来刘文需要支付1.6亿元 对于就额赔偿 刘文一整言辞 并且为自己没有对产品把关道歉 一番操作下来 刘文获得了两个字的殊荣 一个是钢 一个是萨 然而就在大家对刘文的倾家荡产而操心时 品牌却发出一则声明 他们从未考虑过 也不会要求刘文进行任何赔偿 为此操心的网友们总算可以松下一口气 虽然品牌方的公关处理得不错 但实际上该事件中 刘文的损失我们根本想象不到 知情人士将刘文的这次简约称之为自断前程 因为刘文失去的不仅仅是与品牌方的合作 更是国际品牌对中国模特的偏见 原本国际高车品牌就很少用中国模特代言 刘文能拿下这个代言也实属不易 经过这次的简约事件 国际设计师在选择品牌代言人时 则会更加慎重考虑 刘文没有像别的模特那样多细发展 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走秀和代言 但是走秀的收益和代言的收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可以说一个高车品牌可以成就一个模特 而有了更多的品牌代言 模特才会有更多的价值 刘文这样的解约 无疑是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其实刘文不是不珍惜自己在梯台上的机会 恰恰相反 他是因为太珍惜 刘文出称在湖南 刚开始的模特之路 他并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 第一次参加模特大赛时 他连十强都没进去 但是刘文却依旧选择坚持 不会摆pose 他就对着杂志一遍遍练 刚到外国语言不通 他就一边面试一边学习 甚至为了赶时间没时间起头 他就拧开矿泉水直接往头上倒 正是这样不缺的精神成就了刘文 2009年时装周里 他一个月走了74场秀 甚至赶场时吃饭时间都不到10分钟 也正是因为他的努力 刘文成了第一个登上维密的亚洲模特 在此后的维密走秀中 刘文更是直接受邀 免去了面试环节 现在的刘文完全没有受解约风波的影响 上综艺开设工作室 拍杂志封面 甚至前不久还与景博然传出了恋情 想必大表姐在事业丰收的同时 也想收获一场甜蜜的爱情吧